昨晚9点左右在大陆杭州的 萧山机场上空也发现到 好像是有不明的飞行物体 导致机场紧急关闭 大量的航班都转到附近的机场去降落 但是这个不明飞行物是什么呢 机场方面说目前还在调查 画面当中这个被红圈圈圈起来的物体呢 就是在星期三的晚间9点多 出现在杭州萧山机场上空的不明飞行物 而观测人员发现之后呢 马上通知了旅客 而且封锁了机场 大批的航班转降到了附近的宁波 或是无袭导致班机5点3到4个小时 不过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是幽浮吗 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 仍然要调查